韩丽和流水而目睹此景,心中都咯噔一下是否出手相救的念头,同时在心中浮现而出。 显然他们二人还未被这只王极暗兽发现,若是就此顿走的话,说不定就可全身而退。 否则十三者联手之下,真能勉强抵住王极暗兽,对方只要一声示警地召唤,他们绝对性命堪忧。 但这样一来,石坤一旦生死缺少一人,那一计禁止自然就别想打开,他们此行就算尚未开始,就先彻底失败了。 没能完成任务后,反而让石坤陨落在暗手之灵中。 不用想,回去面对采流英和段天人二人,他即使是从广寒界全身而退,也绝对没什么好果子吃。 不过这些事情纵然头痛至极,也是以后的事情,现在自然还是先保住小命再说。 韩丽几乎片刻前,就将其中的利害关系想通了,目光飞快冲斗篷女子一瞥, 却发现流水而锁化暗兽身形微弱,体表开始泛起淡淡的白光,竟然一副毫无犹豫地打算出手的样子。 这让他心中一惊,目中深处闪过了一丝若有所思之色。 不过,此女打算发疯,她可没有冒这种十有八九风险的意思。 当即深吸了一口气,锁化暗兽就要向后倒舍飞出, 但就在此时,让她几乎眼珠掉落的事情出现了。 那头面露凶色明明一转眼就出手的金色暗兽, 忽然间双耳一动,接着目中凶光刹那间变成惊怒之极的表情。 她口中一声嘀吼,身形一动,就再次化为道金影,击射而出。 几个闪动后就没入一侧灵中,消失无影无踪了。 韩丽和流水儿见此情形,不禁互望了一眼,面面相去。 那倒地不起的石坤终于从地上缓缓爬了起来, 并惊怒异常地冲韩丽二人传音过来。 怎么回事啊,王鸡爱兽怎么会单独出现在此地? 只是倒了大眉,竟会被王兽无意中撞到。 师兄,没事吧? 还好,刚才只是身体麻了一下,现在好多了。 韩丽听了眉头一皱,想开口也问些什么的时候, 前方不知多远处,一变再起,漠然间万寿其吼。 吼声仿佛天空惊雷,滚滚而来, 让人两耳嗡嗡,附近树林都为之颤抖不已, 瞬间都活过来一般。 就是。 韩丽和石坤也露出了点惊怡不定的表情, 但下一刻,吼声戛然而止, 但吼声方向漠然浮现出无数惊人气息, 并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飞快靠近。 片刻功夫后, 韩丽等人均都听见了连绵不绝的沙沙之声。 不好,快些躲开。 这一次, 韩丽只是心念一转, 就面色突然一白, 冲流水儿二人一声低语, 随着身形附近一棵大树上一扑, 清光一闪, 身影就没入其中不见。 石坤和流水儿二人动作也未慢到哪儿去, 几乎在韩丽出声提醒的同时, 二人就同样醒悟过来。 一个单足猛然一踩附近的地面, 顿时, 黄光一闪, 整个人沉入了下方泥土之中, 一人却张口喷出了一团蓝色霞光, 整个人在霞光中渐渐透明, 最终消失了。 几乎在三人刚刚分头顿走的同时, 远处林木中黑光闪动, 无数暗手从中狂涌而出, 密密麻麻。 仿佛整个暗兽森林的暗兽, 大半都聚集到了此地。 韩丽全身法力鼓动不止, 几个闪动下, 就已经到了树里之外, 在扭头朝远处凝神一望。 立刻就发现这些暗兽中, 不少形体高大异常之人。 额头之间, 赫然生有一只灰蒙蒙的怪异树眼, 竟然是那些高洁三眼暗兽。 在前边路途中, 这些高洁暗兽, 可一只都未遇到。 原来全被集中到了一起, 这些暗兽方意涌出后, 无数道神念朝四面八方, 一照而去, 将数百区域内全部笼罩在旗下。 含里一见此目, 再无侥幸之心, 提表木然黑光一闪, 一块黑色青纱浮现而出, 包裹住了整个身躯, 他竟将两块从乌罗人身上得到的神秘黑纱寄了出去, 接着左化暗兽在一张口, 一张紫色浮露一喷而出, 并飞快往身上一提而去。 扑扑一身后, 一团紫气夹杂着无数银色符纹, 涌现而出, 将身形照在旗下, 暗兽身躯一下变得虚无起来, 但同时顿速一下缓慢无比。 含里见此, 又朝石坤和流水尔二人飞快望了一眼, 和他不同, 二人顿速丝毫未曾停下, 带着几乎弹若不见的气息, 已经顿出了十余里外, 显然和含里就地先竭力隐匿身形不同, 这二位打算, 趁没有被高级暗兽发现之前, 先逃之夭夭, 这两种方法自然说不上哪一种好, 若是那些高级暗兽神念一时无法看破这二人隐匿, 自然早些离开此地为妙, 但若是因为急速飞顿之下, 反让隐匿之术效力大减, 被那些暗兽察觉到了二者存在, 却又是另外一副危险至极的光景, 而含里之所以选择就地先隐匿身形, 主要是因为身怀太医化轻浮和黑沙这等隐匿宝物, 不可能被轻易看破的缘故, 兽群中的众多高级暗兽, 第三只树眼闪动, 密密麻麻神念往空中一路而下, 不但从含里身旁扫过, 连远处的石坤二人也同样未曾放过, 但这些神念只是一扫而过, 丝毫没有在三人身上停留什么, 显然并未发现三人的踪迹, 含里和其他二人都大松了一口气, 就在这时, 含里目光略一转动下, 忽然在兽群中看到了什么, 脸色惊变, 只见兽群中一道金影惹眼地跳跃而出, 浑身金光灿灿, 赫然又是一只王级暗兽, 这只王级暗兽明显比先前那一只不同, 不但体型略大一分, 同时身旁还仅仅跟着七八只其他三眼暗兽, 这些高级暗兽的第三只树眼不是灰色, 而是散发着淡淡的荧光, 金色暗兽方一献身而出, 除了贴身的几只银眼暗兽外, 附近的其他暗兽立刻恭敬地褪比, 到了十丈余外, 给此兽流出了空空荡荡的一大片区域来, 这时兽群更是自觉地停了下来, 一个个或驻足树上或待在地下, 纷纷用敬畏的目光望着金色暗兽, 而这头王级暗兽用冰冷的目光掀丝下一扫, 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息从身上散发而出, 竟一股不可抵挡的气势一下压制了其他高级暗兽的神念波动, 向附近区域横扫而去。 韩丽一见此景, 心中微微一沉, 干脆直接地停下了飞盾, 静静地藏身在一棵大树中, 不再动一下。 远处的流水儿和石坤, 一感应到巨大波动的扫来, 同样一惊停下了顿光, 纷纷脸气收息, 希望还能瞒过对方的神念之力, 但是这一次显然不太可能。 韩丽还好, 这强大的神念同样一扫而过, 并没有看破其虚化之身, 但一落到流水儿二人身上时, 却为之一顿, 随之一下变得阴寒异常起来。 快走! 石坤一感到神念之力的变化, 当即面色大变一声低含, 黄光一闪再无任何掩饰之力, 化为一道黄红飞出。 流水儿也知道不妙, 一声不吭, 足下白色玉鼠一闪浮现, 并化为一团光霞猛然将其包裹其中, 同样击尸而走。 这一下, 不光其他金色暗兽, 其他普通的高级暗兽, 也同样发现了二人的踪影, 当即兽群一阵骚乱。 那头金色暗兽更是漆黑双目闪动, 一股煞意直接透面而出, 嘴角一动就打算吩咐什么的样子。 但是下一刻, 此兽面上神色漠然一动, 一扭头向前一只金色暗兽逃顿方向, 仰手发出了一声洞彻天地的长笑。 笑声不但清明异常, 并且似乎带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威能, 附近闻听的暗兽, 普通级别的折接四肢瘫痪, 高洁的身形乱晃。 而几乎在此笑声才响起了片刻, 遥遥不知多远的另一处, 同样响起了另一声长笑, 猛一听, 充满了无尽的暴怒之意。 一听此笑声, 兽群中的金色暗兽, 面上现出了拟人般的猙獰之色, 同时口中猛然发出一声低沉的聚吼, 原本停下的兽群一阵涌动, 再次滚滚向前奔涌而去。 看他前进的方向, 赫然是前边那只金色暗兽所在之处, 不过, 率领兽群的这群王级暗兽, 也并没有将刘水儿和石坤就此弃之不理。 他一扭身子, 对身边簇拥的那几只银木暗兽, 发出几声吼声, 顿时那几头银木暗兽, 当即恭敬的同样一吼, 立即身形一动, 化为树道银灿灿的金红, 奔刘水儿和石坤二人, 击视而去。 而王级暗兽自己, 却一跃之下, 再次没入兽群中, 同样向另一只金色暗兽追去。 转眼间, 兽群仿佛一股飓风般从附近溢涩而过, 那几头银木暗兽和流水儿, 石坤一前一后, 跑得无影无踪, 韩丽却仍一直待在巨树中未动一下。 直到一个时辰后, 确定附近的确再无其他暗兽后, 才身形移动, 解除了太医化轻浮的奇效。 太医化轻浮固然有时间限制, 而黑莎看似轻薄, 但法力消耗也着实不清, 他自然不可能将二物一直祭出不收。 清光一闪, 韩丽所化的暗兽就从巨树中一下而出, 他扭头冷冷望了兽群和流水儿等人消失的方向各一眼, 略一思量后还是轻叹了一口气, 一张口, 一口青色小剑飞射而出, 一个盘旋后化为一片清光反选而下, 然后一道正许长的清红击射而出, 直奔后者追去, 开始时清红还刺目耀眼, 片刻后就变得暗淡异常, 最终只化为一道淡淡轻盈而已。 韩丽顿光算是奇快异常了, 但是一口气追了小半日下去, 竟没有见到目标的踪影分毫。 要不是他们出发时, 各自用秘术寄念了一件可以隐约确定三人位置的秘宝, 恐怕还真是以为自己追丢了流水儿等人。 看来流水儿和石坤二人为了摆脱追兵, 还真是虚斩了全力逃顿, 以他如今见光顿速竟然无法缩短丝毫距离。 而那几只银木暗兽在此种顿速下, 竟也同样能紧追不放, 同样不容小视。 韩丽心念飞快急转, 暗自一咬牙下, 最终身形突然荧光闪动, 再次幻化成了人形。 他将身上覆盖兽皮一收, 单手一掐绝, 轰隆一声低沉的雷鸣, 一对晶莹羽雀在背后浮下而出。 韩丽竟将风雷翅亮了出来, 微微一扇下, 双翅表面同样浮现青白电弧, 随之身影一动, 化为一根青白光丝积尸而出, 光丝一个闪动, 横跨七八十丈之遥, 并且无声无息, 直接从天空一端, 出现在一边尽头。 如此诡异的顿速, 几乎不差圣族等节分好, 足可以傲视圣节以下的存在。 哈利终于开始一点点地接近前边陶顿的二人, 好在附近所有暗兽似乎全被那只暗兽之王罩走, 如此明目张胆的飞顿, 并没有再碰到其他暗兽拦截。 一个时辰后, 他终于追上了目标, 并远远看到了前边二人的身影, 其实也不能说是追上, 因为他感到时, 刘水儿和石坤二人已经被迫停下了顿光, 和那几只银幕暗兽正轰隆隆地站成了一团。 寒厉双目一眯, 远远地就将树里外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, 那石坤此刻套上一件霞光闪闪的黄色战甲, 毅力空中双足不动, 手中则多出了一对赤红色的大锤, 舞动之下无数拳头大的火焰围着其翻滚不定, 阵阵炙热气息更是在大锤牵引之下, 化为一条若隐若现的赤红火焦, 在其身旁盘旋不定, 则人而逝, 猙獰之状, 在大汉头顶上, 一只红色玉瓶滴溜溜转动不停, 喷出一道道赤红光柱, 向四周疯狂攻击不停, 这石坤真正神通, 竟然不是图属性功法, 而是攻击性最强的火属性神通, 实在是让韩丽有些意外。